随着首相拿督斯里伊斯麦沙比 礼尚州公布内阁名单 受任命的部长和副部长 将于今天在国家元首苏丹阿 都拉陛下的见证下宣誓就职 并签署保密协议 新内阁的宣誓就职仪式 也将于下午两点在国营电视台 RTM和脸书专页上进行现场直播 被任命为教育部第二副部长的 拿督莫哈默阿拉明因确诊冠病 而无法出席今天的宣誓就职典礼 新政府重返巫统领袖领导后 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 对政府的态度立马360度大转变 不断在慕尤丁执政时期 进行打击的吹水王纳吉 新内阁改组后 已不再对政府开火 甚至在几天前就背书了新内阁 他还表示 虽然很多人认为 这是一个再循环内阁 但他能理解首相和国家元首的用意 社运分子兼艺术家法米 惹渣化插图 讽刺纳吉的前后反差态度 他不再是反对派领袖了 法米惹渣今天在推特上传了两张讽刺插画 第一个插图将纳吉描述为前反对派领袖 政府批判者 他还指出 他的任期已经结束 图片中还插入了不可再循环的标志 这意味着纳吉不会回到反对党领袖的地位 在第二个插图中 法米惹渣选择了两个对比鲜明的纳吉表情符号 再加上旧政府和新政府内阁成员的插图 嘲讽纳吉对同一内阁阵容的反应大相径庭 根据插图 内阁部长都长着相同的面孔 但纳吉面对前首相 丹斯里慕游丁政府的许多批评 对沙比里的政府 他双手捂着嘴 无话可说 虽然巫统是执政党成员 但沐游丁领导国盟政府时 纳吉经常在脸书上公开批评政府应对疫情不利 包括对紧急状态和半生部署的行动管制 另表示不满 不少网友笑称 他其实更像反对党领袖 而不是真正的反对党 我国政治人物出现接受外国人的金钱 资助以持续他们的执政生涯 全国爱国者协会 呼吁当局调查政治人物被指 长期获得外国人士和组织的资金和精神上支持一事 爱国者协会主席拿督莫哈默阿斯沙准将说 政治部应立即调查外国支持者向我们的政客提供实物资产和现金的事件 根据消息 国防情报局前总监拿督莫哈默杀猎退休陆军中将昨日透露 在任期间 他收到了有关我国政客与外国支持者之间交流的信息 他还说大多数外国支持者来自美国 我们收到的消息表明 有几位政治领导人受到外国支持者的爱戴 因此他们将得到实质性的支持 以维持他们的政治生涯和强大的影响力 根据自由今日大马的报道 莫哈默阿斯沙表示 这一消息不仅严重影响了国家安全和主权 这可能会进一步削弱人民对政治人物的信任 这些联系是经过党领导批准的吗 在与特定外国人接洽后 相关政治人物是向谁报告 他认为政府应该查明这是否涉及任何侵犯 国家安全的行为 并了解政客获取现金和资产的详细信息 其他相关人员以及事件 持续了多长时间 国会下议院前 副议长拿都斯里阿沙利纳认为 要防止民选议员跳槽至另一个政党 就要依据反跳槽法令 举行罢免选举RECALL ELECTION 根据自由今日大马报道 阿沙利纳说 若名选议员决定跳槽 罢免选举可以让人民撤回其赋予的委托 他指出 受跳槽影响的选区可以举行此类选举 让人民投票选出新的代表 当被问及投票政党的选举时 阿沙利纳解释说 这是一种让人民投票给政党 而不是候选人的机制 政党将根据他们获得的总选票的比例 赢得席位 这需要改变选举制度 这就是所谓的比例代表制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即政党的选择 根据这个系统 最受欢迎的政党将获得更多席位 例如 如果一个政党赢得60个席位 它将在名单上排名前60 即使旗下议员跳槽了 这个党依然守住跳槽议员的选区 然后该党可以再选人填补空缺 阿沙利纳还认为 反跳槽法可以维护民主精神 让人民决定跳槽者 是否可以保住自己的席位 她表示 这也可以减少权力平衡和政治动荡 带来的干扰 国家诚信党青年团 署理团长塔吉乌丁认为 行动党潘建伟需要尊重西蒙主席理事会 西蒙与首相拿督斯里伊斯麦莎 比里之间的信任 与供应协议CSA谈判不应公开讨论 她说 该党青年团认为 潘建伟就西蒙与首相的信任 与供应协议发表公开评论 不仅为时过早 还忽略了西蒙主席理事会 是西蒙的最高决策单位 塔吉乌丁也是 柔州成姓党青年团长 坚普来世巴当州议员 她今天发表声明 提醒西蒙成员遵守纪律 不要急于在西蒙宣布正式决定之前发言 她强调 虽然成员有言论自由 但他们必须遵循西蒙的策略和决策程序 以免在基层造成混乱 所有希望联盟领导人在发言前都应仔细考虑 以免误解他们的讲话 并引起支持者的怀疑 因此 成姓党青年团 促请西蒙各政党领袖 不要再重复上述行为 造成各党派的疑惑和混淆 潘检伟是之前 在一场线上论坛中指出 只要伊斯麦莎 比李愿意提出 与前首相丹斯里慕尤丁 相似的跨党派 改革议程宪议 那么西蒙愿意与新政府达成信任 与供应协议 现议包括制定反跳槽法令 限制首相任期 及进行国会改革等